就党内2020初选民调发表声明 称不会为任何一位候选人 做不公不义的事情 一定会保证此次民调的公平公正 吴敦义为何此时发表声明 又是谁在背后制造谣言 营造国民党初选混乱 像这个洪耀南呢 就在这个 他的社交媒体上就直接写 叫什么 什么有鱼点鱼 无鱼吃菜 也就是说如果说民进党的支持者呢 如果能接到这个 国民党初选民调的电话呢 就让你听到说 只要这个听到有韩国瑜的 那你都选韩国瑜 如果说所有的选项当中 没有韩国瑜的 那你就选蔡英文 讲实话现在的整个民调的结构来看的话 的确韩国瑜是领先的 那么如果按照这样 就这样做下去的话 韩国瑜迎面是比较大的 可是你洪耀南这么一讲之后 讲实话给韩国瑜带来很大的压力 因为就算韩国瑜赢了 就会有人操作说 韩国瑜为什么会赢了 是不是民进党帮忙什么之类 这个其实对于韩国瑜是不利的 好 慧珍刚看到的片段就是 央视都很关心 国民党的民调也很关心 对韩国瑜有利或不利 对 其实从这一次央视的 如此的心急 整个台湾的一个 尤其是国民党的一个选情 初选选情之后 你就知道就是说 央视其实是在国民党的后面 然后非常忧心 然后甚至想要直接指导 甚至直接想介入 觉得你们国民党操盘不行 由我们共产党来这样子 那为什么其实央视这么的操心 最主要原因是 虽然现在韩国瑜的声势高涨 然后已经是胜过郭台铭 大概有九个百分点之多 但韩国瑜最被诟病的一个问题 是在于他的韩粉非常的坚珍 但他的外扩性不足 尤其是在相关的 包括他的一个理财的问题 包括他的农舍的问题 不断的铺天盖地 然后一一被接入之后 大家跟甚至中间选民 还有年轻族群才会发现说 原来您口口声声地宣称自己是庶民 但事实上如果你是庶民的话 我们这一般人连贱民都快要称不上了 所以才发现说原来他是一个 真权贵假庶民 假贱庶民之一来行使权贵之实 那现在的这个包括之前 光琴姐先踢爆他的一个财务的状况之后 现在苹果日报最新的名店 就是最新去追查出 他的云林的那个农舍的问题 现在大家也开始关心说他的保单的问题 那我们先对于农舍的问题 先进一个了解 最主要的问题是 大家会质疑有三点 第一点 你们夫妻是有所谓的农民的身份吗 不然你怎么当初在2000年左右 你怎么去购买这个农地的 第二个是 这个农地的话 他你要盖一个所谓的农舍 也有他相关的一个比例 那你们这样子显然是超出违建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过去一二十年来都是出现 呈现一个这个违建的状况之下 你们现在还要问鼎所谓的总统大选 你们自己的什么不重视法律 然后又忽视法律 践踏法律 这几点其实升职人民的心中 会对他产生比较大的疑虑 第三点就是说 有没有农用的问题 所以光是农地农用跟农友 这个我们就进一步进一步去解析 那在所谓的农友的部分 我后来查了一下资料 原来在2000年的时候 有一个农业发展条例 他们已经把它给开放 变成是说不需要有农民的身份 也可以去买这个农地 所以在所谓的农友这个部分 他们夫妻俩是没有太大的质疑 但是在农地的部分 这个其实就问题很大 因为即使在这个农业发展条例里面 它有规定 必须要土地面积是要0.25公顷 相当于756平的 它才可以兴建 大概建避率是十分之一左右的 换句 然后最多不可以超过150平 换句话说 你必须要750平以上 你才能盖十分之一 也就是75平左右 但是李嘉峰他的地 明明是只有502平 那你根本连750平的门槛 都还没有越过 那你怎么就可以盖出 150平的一个大农舍 那这个大农舍甚至在 2012年的时候 还进一步扩建到 现在他们最新追查出来的情况是 它不仅是前后面都有扩建 它连整个旁边也都进一步扩建 它整个扩建的面积是 比它原本可以增加的面积 最少来算的话都有四五十平 所以你就说它已经不具备 所谓新建农舍的一个条件了 但是它即使你就把它放宽成 假设好500平让你盖农舍好了 它一样都还是违建的 而且是扩建非常多 那这扩建的情况是在从2012年开始 持续在进行当中 那甚至它都已经当选了高雄市市长之后 这个情况还没有改变 那比较让人家觉得质疑的一件事情是 它是在《苹果日报》去发现了之后 调阅资料之后 6月28号自行拆除 那问题又来了 是不是云林观观香味 是不是县长 因为县长曾经说 这是我们云林的驾驶 这是我们云林的族驾 是不是你们云林观观香味 这么多年来都一直是这样的状况 毕竟现在那个李嘉芬他弟弟 还是我们云林的县议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知道说 如果县政府可以只手遮天 让他们权贵子弟可以这样抗行 然后甚至是违建数十年 都没有任何改变的话 这会形成未来韩国瑜问鼎 大卫一个很重要的致命伤 还有一个东西是 现在他已经搬到高雄市政府了 那大家以为就是 他说他不住关底吗 因为关底很大 太大太浪费 就现在才被发现说 他竟然一个月花了四五万 然后去租了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也高达 也快有五十坪也不小 最让人家争议的一件事情是 你知道原本的关底 为什么在那个地方是 他离四维市政府 四维市政中心是四到六分钟 他离所谓的凤灾行政中心 是九分钟 就是说市长要住在 离两个指挥中心 最快的位置可以到达 这样发生了像气暴案的时候 你才可以火速到达 结果现在韩国瑜租的地方是 他离高铁最近 只有七百公尺 三分钟就到 离办公地点非常远 至少三十分钟 还不包括他要换车的时间 那现在来了 一个高雄市长 为什么要选在一个 离开高雄市最快速的地方 进去高雄市最复杂的地方 再办公 或者再住宿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质疑 那市聪 那这个社会跟媒体 也不断的追踪检验 韩国瑜夫妻的财富状态 对 没错 事实上他过去年喊的 所谓的高雄发大财 看来看起来的话 真正发财的高雄人 可能少数人有发大财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以这个前一阵子 韩国瑜他们夫妇申报的 这个财产资料来说 他们夫妇真的是发了大财 我们先来讲 以对比他跟2001年 上次申报的时候 增加了 这个现金增加了4300万 在存款的这个部分 然后有价的这个证券 减少了1000多万 但是他也把这个有价证券 减少了变成是 这个受益的基金 1173万 还有230万的股票 所以其实如果你仔细 来分析来说的话 他应该增加的就是 所谓的这个选举 或是说选举的结余款 或是选举之间 中间所获得的这个 这个补助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必须讲 他这个这几年来说 他都说他是庶民 可是我们如果仔细去分析 他的所有的投资 跟他所有的这个资产来说 他根本就不是庶民 他是靠他的政治实力 才能够获得这一些的 我相信等一下 郁珍会讲到 他的维多利亚学校 他为什么能够 租到那么便宜的地 事实上你可以去讲 台糖他当然说 没有问题 他是用这个 我们都是用这样 公事公办的处理 也有很多人会 再来租我的土地 但是你可以看到 去跟台糖租土地的 都是地方的权贵 地方的实力 他们都要嘛办大学 要嘛办学校 都是这样的模式 所以能够用这样的 那都是地方的政治实力 好 再来就是刚才郁珍讲到 他的农舍的问题 农舍这么久的时候 刚才慧珍讲到 农舍的问题 农舍那么久不会被拆 那当然就是 一定有关关相互的这个问题 好 再来就是 我要讲的这个保险 因为他昨天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光琴说 他18张这个保单之后 他就 这个一直都不出来讲话 对不对 那昨天他就上了一个节目 事实上这也是 预录好了这个节目 他就讲了就是说 把这18个保单 跟这个来的两个保险的 这个业务员 或者来的两个保险专家 一张一张的这个分析 事实上我把那个影片看完了 那影片本身没有很长 那看完之后 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讲 根本不知道他不知所云 他在讲什么 为什么 因为18张里面照理说 应该把18张好好的拿出来 譬如说跟大家讲一下哪些哪些 他里面讲的也不清不楚 他只是说结论就是 李佳芬好像不太会理财 他好像傻傻的这样 然后很多都是人情保单 好 但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我必须跟他讲 事实上我们的财产申报里面来说的话 我们这个人寿险是不用申报 是不用申报你的财产的 是储蓄险或是年金险 那些就需要申报你的财产 那根据他们之前申报有18张保单 但是因为我们的保单里面是没有金额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 我先问你 他有18张保单 我们看不到保单的细节 可是李佳芬自己说 他光有一张保单就高达8.5万美元 就是说一次性的保单一次性缴费是260万 260万大概是台币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有谁的保单随便一张就一次缴200多万 对 那这是其中一单 所以这个在保险业界叫做高价保单 然后多数拿来干嘛 结税 对 或者隐匿财产 或者好移转 因为移转给小孩 就是说我帮小孩买保单 或者我来买保单 然后那个保单最后受益人是小孩 可是我就可以规避掉什么 规避掉遗证税 不然的话这个台湾的遗证税率是高的 因为大额的金额的人越会做这个事情 那有多少一般的上班族 一般的观众朋友 一张保单就一次要缴260万 对啊这真的是很匪夷 一张哦 对 260万应该是很多台湾家户 可能是两三年的所得了 普通上班族可能 不可能有这样数字嘛 一张一年26万都很吃力的 上班族要缴税 要缴劳健保 还要这个吃饭 还要交通 然后普通上班族 如果一年有20多万的保费 都会哀哀叫 因为他一个月可能平均要2万多 是 对不对 然后有多少台湾地球上的人类 你们有谁任何一张保单一出去 就260万 对 好 那何况这个是他18单当中一单 另外17单的 这个细节我不知道 对 当然他这个里面的他的说法是说 因为他的这个前一个的储蓄险的 这个到期之后 刚好260万 那260万再去投资另外一个美元的保单 但你可以看到260万这个数字 如果你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家庭来说 像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财产来说 我可能这260万非常重要 我会把它留在身边 它不需要留在身边 表示什么 它的现金真的是满多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种像这种保单 这种储蓄险呢 你一定要报到最后 对不对 可能6年或10年 那你中间解约的话 其实它的保价金回来的金额是非常低的 对 所以你一定有充分的保证就是说 这260万我大概是不会用到了 那我就保这个10年或是6年的这个储蓄险就给它保下去了 那你可以看到 这是其中的一张单 就260万 那你讲其中其他的 然后我在顺便补充说明 他们家还养三个小孩 三个小孩都还在念书 最大的念大学 然后都在国外念书 一般人家如果养三个小孩在国外念书 在北美念书的话 一年保守200万 如果在纽约的话300万 是 物价比较高 这个是在不花那种大钱买车买名牌的前提下 对 这是简单的学扎费 加上简单的假设房租开销跟生活的预算 是 那三个小孩一口气养的话 不好意思 起跳价600万 那行情价养到1000都合理 对 那一般人如果这样养小孩 每个月每年在那边养小孩就哀哀叫 哀哀叫 花钱了 最近不是在算 郭台铭为什么说 零到六岁国家养 很多人赞成 因为养小孩真的是一直在投 你没有投个20年都没办法回收 有些小孩不成器 你投一辈子他都只会败家 你都没办法回收的 好 那他们家是这样养小孩 同时随手就200多万可以处理一张保单 表示他们家真实的资金周转 每年随便都是千万 对啊 很轻手的一款 而且都不是1000万 因为养小孩就要吃掉1000万的预算 你还要养农舍 那你那种豪华农舍你要不要装冷气 冷气要不要装个十台八台 十台八台每个月的电费要多少钱 所以他们家的基本的开销每年 我猜测判断 是一两千万跑不掉的基本开销 当然啊 像我朋友好了 我朋友他们最近这个 有一个朋友他最近 他以前自己买一个跑车 然后就开说男人的梦想 要买一台跑车 但是现在他女儿要去国外念书 他就只好把他跑车卖掉 对 因为他现在没办法同时养他的跑车 一年念掉一台车 没办法养他的跑车跟养他的女儿 没办法 他选择他的女儿 所以就说就我们一般庶民来讲的话 这个的确是我看了我都觉得说 一般人家送一个小孩到北美念书 一年就是吃掉一台车 对这是很不可思议的这个花费 所以他一直口口声声说是庶民 但是我们从他的财产跟他的花费 还有他的这个保单的这个状况 因为他十八张保单 我是认为说他最好选钱的时候 把他公布的清清楚楚 这样可能比较不会落人口实 但是如果以他这样的一张就 随便一张就有这个两百六十万 真的完全公布出来的话 大家可能会吓一跳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